大家好,今天是10月19号 现在离大选日11月3号仅仅两周时间 所以大选现在处在最激烈、最白热化的阶段 昨天川普在内华达州进行竞选的集会 他的集会上说拜登就是一个腐败的政客 拜登家族就是一个犯罪的企业 那下面的选民群情激昂都说抓捕拜登 那川普为他的大选正在马不停蹄的到处进行集会 今天要去亚利桑那州 本周还要去宾州、北卡等等 那共和党的选情实际上是在不断的上涨 不断的看好 10月22号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 他要通过的日子 为什么说他肯定会通过呢 首先他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他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没有任何的一个瑕疵 民主党想跳漏洞都跳不出来 那么10月22号参议院进行投票 我们参议院共和党占绝对的优势 共和党拥有53票 民主党才47票 所以说共和党肯定会投巴雷特 那巴雷特通过是毫无意义 巴雷特的通过就标志着美国的保守主义就会占上风 未来呢最高法院大法官就是6比3 那基督教的价值观 保守主义 共和党的价值观在美国社会就会占绝对的优势 他的通过将会对川普的阵营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振奋 让保守主义 让基督徒们 让坚守基督教价值观的选民们 有一个很大的振作 更加有信心在10月3号给川普投票 所以说川普他自己也说 那巴雷特如果通过的话 那我们绝对会赢 另外今天最重要的消息呢 就是今天一早国家情报总监Rockcliffe 接受了Fox新闻的采访 他在采访的当中呢就指出 拜登邮件门事件 根本不是俄罗斯干预大选的假信息 那这句话呢是完全否定了民主党 最近一段时间来一贯的说法 那国家情报总监呢 是美国最高的一个情报官员 他是受总统呢直接的指挥的 国家情报总监 他管理着16个情报组织 包括CIA 包括美国国防部的很多的情报机构 也包括国务院的情报机构 也包括国土安全部的情报机构 也包括反恐的专门的情报机构 所以说他是一个有关情报机构的最高的官员 他说出这句话实际上就意味着 这个邮件门事件呢 根本不是涉及国外势力干预美国 属于CIA来管理的一个情报的案件 他们说呢 我们情报机构也没有介入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是交给FBI来做的 Rockcliffe呢 他说他情报机构根本没有介入 是因为他们已经早就有判断 拜登邮件门这个事件 根本不是来自俄罗斯 来自克里蒙公干预大选的一件事情 是发生在美国国内的一个涉嫌 美国人是否参与犯罪 是否行贿受贿 以权谋撕这些犯罪的这样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就是FBI一直在管 所以说呢 他根本不是民主党 你所声称的 是一个外国势力干预大选的一个事件 国家情报总监Rockcliffe 这番话呢 实际上也是对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人主席 亚当西夫 狠狠的一个打脸 我们知道昨天呢 这个亚当西夫 这是民主党的一个铁杆 他呢在CN就说了 拜登的邮件门 完完全全来自克里姆林宫 是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 释放的一个假消息 他说的一大堆话呢 比民主党人所应用 然后掩盖了这个邮件门的真实性 他们企图以 俄罗斯干预大选的假信息啊 把这个邮件门呢 给遮盖起来 但是今天呢 国家情报总监 就马上的进行了反击 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假信息 他属于国内犯罪 要调查的范围 所以FBI正在调查之中 那民主党啊 现在是理去词穷 因为国家情报总监呢 毕竟是非常有权威性的 他说的话呢 可以说是置地有深 你没法进行反驳的 那么现在的结局呢 就是要等FBI来追查 这个邮件门事件的一个真相 到底那些信息呢 里面所提供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涉嫌拜登父子的犯罪 如果真的涉嫌犯罪 那要进行起诉 那要进行抓捕 那下一个的司法行动呢 马上就会采取 所以说 国家情报总监 接受Fox新闻采访 这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 直接的来否定了 关于这个信息 就是俄罗斯干预大选信息 这样一种说法 再排除了俄罗斯干预 美国大选这样一个怀疑因素之外 那剩下的只是 拜登父子是否犯罪 这样一个关键问题的回答 这个问题的回答 要等FBI在本周四之前 就要解答出来 那也有可能今天明天呢 他FBI就这个问题进行回答 到时候呢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报道和分析 那我们看到呢 拜登包括奥巴马 他们从2008年开始的那8年时间 实际上对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损害 美国的国力继续走弱 中国的国力继续的强盛 中共呢不断的渗透美国 尤其是清宫的势力 在美国社会有巨大的一个增长 我来到美国之后 正好碰上他们的那8年 那过得是非常的糟糕 可以说在自己的教会 在华人社团 华人社区 到处射到排斥 那8年呢 就是一个黑暗的8年 我们不想再过那个8年 我们想川普 第一任期 他开始有一个大的翻转 那么第二任期呢 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彻彻彻底底 跟拜登奥巴马的路线 走相反的方向 提升美国的国力 坚决的反击中共政权 乃至实现 蓬佩奥在加州集会上的 最高的目标 那就是改变中共政权 电人期 我想 川普 蓬佩奥 包括彭斯 这些非常有先定理想的政客 政治家 他们会领导美国 奏向一个更新 更强 更好的一个美国 也领导全世界 走向一个更加民主自由的未来 包括追究中国政权 在大威当中所犯下的责任 嵌算他一切反人类的罪行 最后终结中共暴政 这也就是我们全人类 共同的声音 我想也是共和党人 川普 蓬佩奥等人 他们坚定的使命所在 所以但愿呢 川普能够赢得大选 整个世界赢得一个光明的 未来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宝胜传媒 再见 so maria it's funny that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complain the most about intelligence being politicized are the ones politicizing intelligence and unfortunately in this case it is adam shift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who as you pointed out on friday said that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believes that hunter biden's laptop and the emails on it are part of some russian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let me be clear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doesn't believe that because there's no intelligence that supports that and we have shared no intelligence with chairman schiff or any other member of congress that hunter biden's laptop is part of some russian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it's simply not true and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i said i would stop when i became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hat's people using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o leverage some political narrative and in this case apparently chairman schiff wants anything against his preferred political candidate to be deemed as not real and is using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r attempting to use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o say there's nothing to see here don't drag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nto this hunter biden's laptop is not part of some russian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and i think it's clear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know that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as not been involved with hunter biden's laptop hunter biden is a u.s. person and he would be subject to any investigation regarding fraud or corruption would be rightfully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bi so the fbi has had possession of this what i can say without commenting on any investigation that they may have into corruption or fraud is to say that their investigation does not center around russian disinformation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playing no role with respect to that so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here adam schiff calling it russia disinformation two weeks before an election so that people ar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is is not real so is adam schiff lying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his is an elected official yeah so maria what we do is we tell the truth and and my role as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is to not allow people to leverage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for a political narrative that's not true and in this case adam schiff saying that this is part of some russian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and that the ic has assessed that or believes that is simply not true so i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tell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that's the case and i'll continue to do that whether it's republicans or democrats if they try and leverage the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for political gain i won't allow it